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AI 苹果还打算为iOS的主屏幕带点新个性 比起只单独提供一个聊天机器人 苹果更有可能将AI作为一个核心 赋能现有的各种功能 根本透露 一个代号为Project GreenMatter的AI工具套件 将集成到Sephari 照片 笔记等苹果核心应用之中 这个AI工具套件还将有一个判断系统 如果一个AI功能所需要的算力不高 那么这个AI功能将会完全在设备本地运行 如果所需要的性能更强 那么相关操作和处理会被推向云端进行处理 来看看具体功能 AI加持下的语音备忘录 可以实现实时的语音转文字 并生成摘要 而照片应用将能实现AI修图 目前尚不清楚具体的实现效果如何 不过友商在这上面已经瞒出了话 一键闭眼便睁眼 自动优化表情 还能去除路人 最近行业内都在推进的AI加搜索组合权 苹果也可能不会落下 Spotlight搜索速度将会更快 结果更准确 而Safari浏览器的网页搜索也将得到改建 除了这些对苹果自带应用的升级赋能 German指出苹果还会在系统层面 带来新的智能回顾功能 这个智能回顾将能够将用户错过的通知 以及用户关注的网页 新闻文章 需要用到的文档 笔记和其他形式媒体 创建一个摘要总结提供给用户 比起iOS15那个其实只是将隐藏通知汇总 在定时进行推送的通知摘要功能 这个智能摘要明显更像真正的摘要 苹果已可能会推出一点生成式功能 不过范围和内容都会相对局限 其中在表情和短信邮件 German透露 苹果将会推出一个AM1G生成功能 根据用户发送的短信 自动创建相关的AM1G表情 而不是仅仅从苹果的库存中提供建议 不过这个功能可能实用性范围比较局限 没有更新到iOS18的iPhone用户或者Android用户 说不定只会收到一个符号或者图片 除了自动生成AM1G 苹果或许还会为短信和电子邮件推出回复建议功能 根据上下门生成一些快捷回复 但即使已经在内容生成上非常保守 这个自定义AM1G的功能 还是很有可能会被担用 生成不恰当的表情而先入争议 至于被用户系称为人工智障的语音出售Siri 将是一系列AI更新的重点 新的Siri有望搭载苹果自己的大语言模型 交互更加自然 或许能做到的事情也会比现在更多 同时 Apple Watch也将配备一个更先进的Siri 能够随时处理一些移动的任务 不过 目前各大手机厂商其实已经推出了 各种号称大语言模型加持的手机语音助手 实际体验下来 经验的感觉没有多少 可能只比现在的Siri聪明一点 因此 这个大模型加持的Siri究竟会不会迎来之变 恐怕还得谨慎看待 还有一个用户感知不强的更新 Xcode等开发工具也会得到AI的加值 AI之外 iOS18还有望在主屏幕上迎来大变 iOS无法自定义应用图标位置这个限制 一直以来都饱受粉丝诟病 iOS终于能和Android一样可以随意放置应用图标了 除此之外 iOS18或许还将支持统一设置图标颜色 比如将社交APP都设置成绿色 将新闻APP都设置成红色 不过这也不是什么比较特别的功能 在Android 12 甚至说更早的Windows Phone上 都已经推出应用图标统一换色的功能 实际上 以上的新AI功能 也都不是什么跨越式的功能 很多已经在友商产品上推出过 并且很可能玩得会比苹果更化 比如说智能摘要功能 和微软上周宣布的 并且从描述来看 后者更为强大 而且 像是Spotlight改进这种更新 苹果其实捏捏都在做 只是不会提到背后是AI在推动 就像iOS16的快速抠图功能 和iPhone14上的车祸检测 其实就是一些标准的AI驱动功能 但苹果不会去特别强调 而上个月的放飞吧发布会 苹果带来了新版的Logic Pro X 和Final Cut Pro iPad的应用 并正式介绍了其中的AI内容 这一说明 为了回应市场期待 苹果要把新功能背后的AI 推到台面前讲讲了 同样是为了回应市场和用户的期待 苹果也忠于发力大语言模型等生成式AI技术 但自研技术使平常 还与头部产品有着不小差距 而Mark Grumman的最新消息指出 苹果最终和OpenAI达成了合作 相关消息将在WWDC上宣布 OpenAI很可能会为苹果的聊天机器人 提供底层技术支持 这个合作好坏一体两面 好的方面在于 OpenAI依然是无可置疑的行业领军者 并且通过和OpenAI联手 苹果能够提供比Google自己 和联手Google的三星更有差异化的AI功能 进行第三方合作 苹果还可以将聊天机器人所带来的争议 直接甩锅给OpenAI 面对的舆论压力更小 而这个合作也有着其他隐忧 首先是与第三方合作几乎等于承认 自己在AI竞争中落后于人 但更大的问题是 OpenAI在最近几个月声明浪迹 虽然推出了让人印象深刻的GPT4O 但是首席科学家宣布离职 与演员斯嘉丽约翰 选配音问题上的罗生门 以及在离职封口令上一众高管的不诚实 都让人质疑这家AI巨头是否有点不靠谱 苹果可能也有着类似担忧 哥们获悉 苹果不打算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即使已经与OpenAI达成协议 他们仍在寻求与Google的合作 但大概率不会在WWDC之前有结果 不过 不必因为苹果与第三方合作就开始畅率 实际上 有不少科技巨头都选择了与AI公司联手 例如微软和OpenAI 或者三星和Google之间都有合作 数据有专攻 一些做产品为主的公司选择与AI大公司合作 本身不是坏事 而合作之后是完全依赖第三方技术 还是合作共演推出更有自家特色的产品 其实更值得我们去贯注 对比起Vision Pro布局十年 最终叫出来一个形态上更完整的产品 AI布局落后 有点被赶鸭子上架的苹果 可能这次没法这么从中不破和游刃有余了 因此 Mark Gurman也活悉 苹果很可能会以测试版的名号来推出新的AI功能 至少在9月发布正式版之前都会如此 苹果很少为功能打伤测试版的标签 这可能说明 这些AI功能离成熟还有一定的距离 选择在新功能上打一个Beta的标签 至少你不能因为输出结果有点离谱而对苹果大家指责 对比起明明产品是Beta的水平 但却当作正式功能推出的友商 苹果反倒挺失诚 不过 根据iOS以及新功能这几年让人汗颜的稳定性 或许这个Beta标签不会那么快摘下 或者发布会上宣布的新功能又是熟悉的今年稍晚时间推出 苹果同样谨慎的还有拥护隐私保护问题 作为天天把隐私保护作为宣传 并且在系统上也持续跟进各种功能的厂商 苹果对AI也采取了小心谨慎的隐私保护策略 比起完全基于云端的AI服务 一直有消息指出 苹果更亲爱本地设备运行的AI功能 这不仅体验更好 更能体现和宣传苹果一贯的隐私保护策略 当然 走本地运行的路线就意味着对性能有更高的需求 哥们认为 可能这些AI功能都会主要在去年和经验发布的 iPhone iPad和Mac设备上可用 即使是部分在云端运行的功能 哥们认为苹果也会宣称强调会维护用户隐私 并很可能强调其服务器中心芯片M2 Ultra的安全性能 不过哥们的观点也有一定代表性 真正重视隐私的人会觉得苹果做得不够 而大部分用户不会在意 作为地球上最重要的科技公司之一 苹果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焦点 虽然从目前的爆料来看 苹果预热已久的AI功能或许有点惊喜不足 甚至缺乏创新 但在对AI炒作反感和质疑声越来越大的今天 也有不少人希望 苹果如果能真的把这些AI功能做完善做稳定 那作为追赶者 也未尝不可 最后必须要提醒一句 以上的功能巨头都是来自非官方的消息源 真实情况只有等到半个月后才会全面揭晓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你对即将到来的iOS18怎么看 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咨询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